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个消息出来后 绝大部分的网友都表示抵制 说现在看到王楚然 都有点生理不适 其他演温亦凡的人气女演员 还有张雨昕和孟子义 这两位出演的呼声都远远高过王楚然 温亦凡性格柔和 长相精致美丽 有一张带了攻击性的妖艳脸蛋 一双狐狸眼勾魂多破 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风情 按照这个描写 张雨昕的确是最适合的人选 从演技方面来说 则是孟子义的更好 但现在王楚然和制片人聚餐 估计大概率是他来出演 想起在《我的人间》烟火播出之前 王楚然的路人员还是很好的 可惜演员不爱新羽毛 出演这样弱智糟糕的角色 路人员的崩坏应该让他吸取教训 男后这部剧即将开机 约主差不多定了 男主方面则还在选 目前有消息说是翟萧文 或者耸威龙有望出演 这两位身高都接近桑岩 可是外貌气质却并不符合 桑岩笑起来很好看 又浅浅的离窝 眼睛清澈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翟萧文长相天苦 艳技一般般 没看出和桑岩哪里像 网友挑选出来的桑岩男演员 都比上面两位要合适 最适合出演桑岩的演员 我认为是青春帅气的唐小天 他身高188 是模特出身 身材比例非常好 而且唐小天笑起来很有情和力 外表非常符合桑岩的描写 可惜唐小天的资源并不好 难道这样人气小说的主角 最近争议最多的剧 无疑就是杨阳和王楚人 主演的《我的人间烟火》 主角们被群嘲 反而是特别出演的魏大熏火了 因为角色人设和演技问题 杨阳和王楚人的路人员 也是肉眼可见的崩坏 王楚人在《我的人间烟火》里 饰演的女主许晋 被很多人吐槽 是不知道感恩的白眼狼 还偏偏是个恋爱脑 被宋燕的一碗白粥狗走了魂 辛苦抚养她的孟家 她说舍弃就舍弃 这样的人设 已经成了观众最讨厌的设定了 加上剧里的一些弱智操作 比如把灭火器挡成调情工具等 就更是引发了观众的反感 因为王楚人演了这个角色 被很多观众上升到了演员身上 事实证明挑选好的剧本 还是很重要的 回归到偷偷藏不住的选角 在选角期间就争议不断 现在正式开播之后 那女主更是迎来了观众们的再一波吐槽 剧情尴尬车淡 男主台词油腻 让人有种朴信男 恋童 济世感 特别是男女主的演技 刚让人加深了这种印象 首先是赵思路 她在剧中本来是被寄予厚望的 但是表现却一塌糊涂 还不如比她大八岁的谭松玉 赵露丝努力营造出 丧志那种天真浪漫的感觉 但在演出中 她却太过使用自己的习惯 导致角色表现出阶段性的割裂感 我算是她的路人粉了 很喜欢她的陈谦谦 乐焉 但这个剧里 真的暴露了她的不思进取 演得微微缩缩 演技非常单薄 有个场景使她被混混墙前 就低垂着眼睛 没有半分表情 也看不出一点害怕 全程都是这样 没什么表情 可见演技的确没有什么突破 还有有时候会刻意的装嫩 而有点傻 简单来说 就是演得太做做 可能是为了显现出丧志的可爱吧 但我是仅仅两集不到就看不下去了 陈正远饰演的男主则是油腻 不少观众都吐槽 他演得实在太油了 路人 几时小说都看不下去 电视剧更不用说了 在抖音刷到几个视频 陈正远顶着一张阳光 帅气大男孩的脸 但说这些台词依旧让人觉得很油腻 可以说要不是男主还好长得帅 不然这么油腻早就被骂上天了 其实原著中 段嘉旭之前的刚见到女主的时候 就是把她当成小孩子的 书里根本就没有那么油 她前部分是没有再喜欢这个女主的 因为她自己是长得比较好看 所以她有可能会去逗哪个小孩 当然不排除是剧本本身不给力导致的 与桑志的形象相比 段嘉旭的台词更加油腻 表演过程中耍帅的成分也更多 而温柔化哥哥的人设并尾凸显出来 但换个角度来看 只有演员成功地带入到角色中 才能真正把角色演好 桑志被欺负的时候 他和好朋友桑岩一起去讨回公道 在桑岩扮演哲脸上 看得出真实的着急情绪 而陈哲远所诠释的段嘉旭 则站在那里 找准自己最帅的角度 刻见他本人 即使也并没有对角色 有什么深入的理解 就是单纯的耍帅 他下意识地表现出帅气 这两人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马伯谦很出乎我的意料 演得很好 兄妹间的打闹很自然 笑点颇多 桑志出校门 转头看到几个哥哥 来给自己撑腰那里 朋友那碗 如剧中 赵露丝饰演的高中生 看起来更像是小学生 说话做事又顿又笨 咱就是说 谁家高中生是家子英啊 在桑岩帮桑志补习物理的那场戏里 两兄妹说着说着就开始互殴 可赵露丝此时刻意的小表情 都把一个智商正常的高中生 演出了问题儿童的感觉 按理来说 以赵露丝的状态演一个高中生 完全没问题 但你要非要夹着嗓子 故意买弄呆萌的表情 用迟钝的小动作来塑造一个高中生 观众当然没办法入戏 在众多以高中生为主角的影视剧里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表演像赵露丝一样 把高中生演的好像是乃格文学 中走出来的女主角 主打一个角柔造作 半嫩妆可爱 这边的赵露丝夹过头了 另一边的陈哲远也没有让观众失望 从陈哲远的状态来看 剧中他饰演的段嘉许 胭脂和神高都在线 但就是太刻意了 演戏时 陈哲远从头到脚散发着 一股字帅而自知 对油腻和丧志的每一段对手戏 都恨不得把不要迷恋歌 几个大字写在脸上 当帅而自知 再碰到小妹妹 哥哥 小孩 小鬼 等等字眼 直接游上浇游 不论陈哲远的白衬衫有多清爽 观众都只能搭面 而且赵露丝和陈哲远虽然都少年感十足 但两人站在一起并没有年龄差 这就给观众一种很割裂的感觉 陈哲远在和小孩子对戏的时候 年龄差过了 但是和赵露丝对戏的时候 年龄又是相符的 换言之 预期让陈哲远和赵露丝 演哥哥妹妹这一套 两人还是更适合一起演 高中生或者大学生 目前来看 《偷偷藏不住》中的主要角色就三位 唯一演技自然的马伯谦 颜值不够 而除了主角团之外 饰演桑志妈妈的曾梨 也只是一个打酱油的存在 剧情里 曾梨和赵露丝同框时的母女感不强 演马伯谦的妈妈更是诡异 如今看来 《偷偷藏不住》 不仅援助问题很大 选角和演员的塑造 也是一言难尽 当然 在《偷偷藏不住》影视化的背后 即是暴露了更现实和无奈的影视圈规则 在成年人为主的影视圈里 任何一个长眼睛的人 都看得出 《偷偷藏不住》的原著内容多么敌友 但即便如此 资本的趋利性 还是让这样一个自适性 几乎没有的网络小说 成功影视化了 更离谱的是 主演这部剧的演员各个人气在线 95花赵露丝甚至是当下小花里的头部 而且 在一部作品影视化之前 编剧 制作人相当重要 他们必须拥有富裕过气 作品看点的能力 让已经无法适应当下 潮流的原著实现重生 面对偷偷藏不住这种原著IP 欢迎度并不重要 创造力才最重要 总之我觉得这部剧 有点让我审美疲劳了 没啥感觉 虽然目前来看 他们的确收获了明和力 这几天有着全网第一的曝光度 但我真不觉得这是好事 这种靠粉丝封神的作品 是很难获得长久认可的 更别说现在充满了争议 反而更容易让演员被观众反感 对个人发展反而不利 你觉得偷偷藏不住男女主演的怎么样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